深耕在地的深深聚场 团长吴忠良在昨天下午4点所乘坐的自小客车 在三支区的乘错坑三路下坡的时候 疑似是因为刹车失灵撞上路旁的路数 当时吴忠良团长坐在后座 车辆则是有54岁的秋姓女子驾驶 而副驾驶座则是52岁的蔡姓男子都有伤势 但是意识清楚 不过团长吴忠良被发现人倒在车外的地上 送医之后头部重创 陷入昏迷经过一个晚上的手术之后 情况依然不乐观 据了解昏迷指数只有三 是非常不乐观的 也都请我们做最坏的打算 团长他收集了很多世界的乐器 我们就只能暂时先移往剧场 但是团长他一直想要再寻找一个 更大的或者是更适合的场地 所以他其实在这一两年 他也是到处去看 因为我们就都有乐器有打鼓 我们其实要的场地很难是在市区 所以他通常都会往郊区去寻找 适合我们的场地 深深剧场团员表示 由于过去剧团在离开逐围工作室之后 在淡水一直希望寻找一个适合的排练场地 因为剧场有包含了打击乐器等等 因此团长吴忠良不断地为剧场找寻场地 在3号当天下午 与两位同样是艺术工作者的友人 到三只看场地 没想到在回程的时候发生意外 所有团员与友人都不断地 一起祈祷 只要是认识忠良的都知道他是一个 很多理想 但是他做剧场 就是他一辈子 在追寻的事业 然后他这么多年来 他也不止在艺术创作上 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很 也很热心去协助艺术家 去认识艺术家的一个人 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最需要大家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去帮他祈祷 就是用各种方式 就是任何各自的宗教信仰 各自的方式去帮他加油 因为他在度过一个 他生了一个很大的大观 生生剧场在1998年成立 在创作上全力关注探索身体声音 最自然的力量与美感 从融合声音肢体 戏剧环境等元素 呈现最纯粹而且有机的表演能量 剧场更坐落于淡水 从2008年到2016年 当中参与了6次的淡水环境 艺术节采接活动 担任重要的策划角色 更是淡水艺术发展的 重要创作者之一 而在揭稿前 团长还在依靠呼吸器 于淡水马街加护病房昏迷当中 也希望能够尽快好转 持续的为艺术发光发热 记得许多安一 淡水三方八道